我今年40歲 工資高達3,800 基礎是一個月不少 先生 你與這樣是有什麼用意嗎 我就看不慣你們這些有錢人 赤裸裸都炫富 你想跟我們這種普通人的感受嗎 你隨隨便便依據3,800 我再奮鬥幾十年 你知道嗎 你這種仇服心情 我是能夠理解的 但是你晚點無後我 是不是你的不應該啊 如果是沒猜錯的話 你剛才破了應該是開水吧 心裡我臉皮厚 不然就會燙傷了 反正我就是看不慣你們這些有錢人 放心 我是不會跟你計較的 我們這種月收入高達3,800的人 跟你們普通人計較這些事情 那是也會社會供你的 下次我再看見你宣布 我還破你 走了 好 來等一下 這五塊錢是我給你的 就算我們高峻值收入人群 對你們普通人的一個物質補償和失守 你看看 你拿水庫 我不打不責怪你們 還給錢給你 這就是高的 你們普通人是沒有這種格局的 這真是給我的 拿著吧 謝謝啊 難怪你能拿到三千吧 這算格局 先生 你是想要我把格局再打開一點嗎 我們普通人不懂什麼格局 我剛才往你倆上潑了一杯開水 你給我五塊錢 我再往你倆上潑一杯開水 按道理你是不是再給我五塊錢啊 先生 先生 我跟妳說句話 嗯 滾 你說什麼 我聽不到 滾 你就滾了 那麼大聲你幹嘛呀 您真有風度 剛才說到哪裡了 說到你一個月工資三千八 不是你嗎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咱們就換一個話題吧 下次 我這次就想聽完 我得先去醫院 要不要開始哭到我臉上 我覺得我有點捆不住了 再見